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国曹操势力 汉中 合肥朱战 刘备汉中 宜陵朱战 孙权力次合肥之战 刘宇二次北法 未到五帝 太武帝太国诸战 高欢宇文太武次护欧 中五帝二次灭齐 武在梁太祖宫和东河北 唐庄宗灭梁 周世宗宫北汉 宫辽 宫南唐宋太祖宫北汉 辽叶绿阿宝及清幽州 殿绿德光灭尽 萧太后邪辽地南征禅州 西夏里元昊宫宗 元成吉思韩法西夏 蒙哥汉宫南宋 努尔他赤兼并满洲 王太吉路关于松锦会战等 汉高祖真相其二是扩张形亲征 诸如汉高地平英部 陈兮 三国曹丕南征 福建肥水之战 魏孝文帝南征 北齐文宣帝北极柔然 北周五帝亲征突厥 隋阳帝亲征吐玉魂 突厥 高黎 唐太宗亲征高黎 宋太东灭北汉 宫辽 金海宁王南新 明成祖北征蒙古 清康熙亲征格尔丹党 三国卫冥帝曹瑞其三是被迫应战行亲征 三国卫冥帝镇长安反击朱可亮 前朝刘有反击使了 燃敏沙霍后迎战前沿 慕容垂未报仇 齐袭北位平城 南院慕容超迎战东晋 东为高城亲征为颖川 北极后主远晋州 五代后晋出帝反击辽国等 明武宗向其四时战争发烧有势亲征 这类亲征不太多简 其中爆发在明朝 一则明金宗土木宝之兵 二则明武宗突出宣化战蒙古 以上书里难免卦一 漏万 然而即使着眼于这样一个粗书的总结 我们也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不论哪一种御驾亲征 都有相当比例的皇帝要么被杀 要么弃死 要么被活捉 或者以外徒弟名声扫地 或者引爆矛盾国家崩溃 皇帝亲征 没有几个不想打赢的 为何却是这番结果 原因不外这几个方面 皇帝亲临一线 前线将领束手束脚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成功率要高过外行指导内行 宋武帝刘裕画向皇帝亲征 不乏职业军人出身的宋武帝刘裕 宋太祖赵匡 他们有丰富的一线战斗经验 又有通使全国全军的战略事业 亲自带队出征胜率自然极高 实际上皇帝到了一线 他的身份就从一国领袖 自动降格 为以军统帅 最急需的素质是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 而非运某子臣的帝王政术 偏偏有些皇帝看不透这一关 设长而用短 到了战场就把屁股露了出来 比如隋阳帝第一次证 高离之战 隋阳帝聚照隋阳帝自以为 高离之众不能当我一郡 真高离将会是一场有争无战的战斗 故而他是使政治先行 命令诸君不得擅自行动 要前后照应 左右携同 把中华帝国的普百族 又下令对高离实行征服并举 如果高离人愿将就停止进攻 诸君大将明知这种打法不对 也没人敢提出意见 于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的行军 光是大军出发就用了四十多天 完全丧失了主动权 到了竹城进攻时 高离人一旦撑不住 便前使请降 隋君大将不敢自专 一见敌人请降便非报请阳帝决断 使者一来一回接 高离人又做好防守准备 如此枉负 隋君空耗兵力 徒劳无功 高离人的做法虽然今似流氓无赖 但战场上谁和你讲到底 你既然犯傻在先 就没法怪别人耍流氓 辽东行事略图扬帝还犯了军中大计 给美陆大军配名为俘使 该是专管招降高离人 不受本 陆大将节制 造成了一军二主 另出多门的局面 高离人派其丞相以知文德 以洽谈投降的名义 来探听虚实 此人使高离头号重臣 大将于众文本相将其扣留 不让魏服是升空 被父祖挠招降的罪名 把以知文德放走 白白放过一个虚弱敌方实力的好机会 采阳帝的胡折腾之下 隋君诛将集体牙伙 再互相撤肘 观望不尽与空牢兵力中被高离人拖垮 一百多万人的隋军被击溃 平心而论 招来远人以为福曼国 放到国家政治决策层面是没错的 错的是隋阳帝没有认清自己从皇帝变为前线统帅的事实 把政治决策就地当成作战方略指导军队 相当于用勺子吃面条 用筷子喝汤 把猪浆弄得有心使不出 焉有不败之理 皇帝出事极易引发骨牌效应一支军队的统帅被秦阔战死 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军队覆没 但如果统帅是皇帝 影响就立即以几何倍数放大 形成一连串不良 反映 前兆皇帝留要为粉碎后兆的攻势 率军亲征洛阳 这位胡人老哥生性好隐 少年时就已能聚引文后 老来迷身 结果醉酒出阵 重伤被秦 五胡十六国初期政权和军队组织形式都十分简单 其运行全靠皇帝或统帅本人为戚 留到一位秦 本来尚可与敌一战的军队瞬间瓦解 被后召击溃 如果统帅只是一元大将 意外并故后朝廷可立即换将 军队继续北伐是不成问题的 东汉征伐署中公孙树之战便是成立 汉军连续两元统帅 都被公孙树刺客刺杀 光武帝刘秀丽 即令吴汉接替统军 汉军功势依旧不解 而两个周朝的皇帝一死 北征大业要让位于皇权继承交接的顶级大事 无论时机多么难得 准备多么充分 也只能图换可惜了 军事行动易受政治连累 皇帝是帝国政治关系的集合体于总枢纽 不论他身处和地 其政治属性都会对周边人士带来极大影响 皇帝亲生不比 大将出师 国家之政局 皇帝之威信 都与战争成败直接相关 故而无论皇帝本人还有各级将领 往往显得慎重有余灵活不足 甚至往往因为过于求稳放弃其政变化 而战争历来是不拘惩罚 崇尚其轨的 皇帝和将军们抱着求稳的心态自费武功 不要说打不出漂亮仗 要是往往会失去自我 使出昏招 北齐神武帝高欢画下 例如北齐神武帝高欢 高欢帝号戏身后追凤 但他在东魏时已是实际上的皇帝 率大军进攻西魏于沙兰 战前有人劝他分兵而尽 使大军保持一定灵活性 他自以为敌寡众不需分兵 发现西魏军于芦苇从中扶兵后 有人劝说放火烧草 西魏人必死无疑 高欢又怕火烧后 无法确认敌求下落 再度拒绝 结果东魏大军死板的进攻 眼睁睁看着西魏人灵活的气息 最终陷于大败 金海灵王完颜亮雕像高欢杀怨之败还算好 毕竟人没死 还有机会重 来 金海灵王完颜亮则一个不惜 把性命都断送在亲征中 金征龙六年1161年十月 金帝完颜亮发三十二总管大兵南下攻颂 大军号称六十万 比当年金军灭北宋十十里有有过之 若单论军是十里对比 宋军飞其敌手 战争初期金军连连取胜 兵封直抵长江北岸 一时有印马江南之事 大秦帝国之纵横巨兆然完颜亮的道行逆师早已击下祸恩 加上他又有杀兄夺位的恶名在先 完颜无路 即后来的金世宗 趁大兵进出自行成帝 后方政局有别 本该迅速撤兵迷乱 完颜亮却执迷不悟 坚持过江攻颂 结果踩十一战金军惨败 军中人心浮动 遂于刮州都爆发兵变 完颜亮惨死 大秦帝国之纵横巨兆总之 战争是门艺术 也是一门技术活 专业的活就尽量要专业的人去做 如果自己不能打 又不是形势所迫 还是别勉强阅促带抛了 但遗憾的是 有相当多的皇帝对自己到底能不能打 其实心里没点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